老大我被人打了 啊 为什么 有两个外地的妖怪走路一扭一扭的经过我们牛粪山 然后呢 我就上前去问了一句 我看二位走路一扭一扭的 你们是不是长自闯了呀 然后呢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巴掌 那你右边脸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又问他 请问两位是何方神圣呀 那只青涩的说 你看我美若天仙 你猜猜看呀 然后我就说 我猜两位应该是猪耳虫修炼成精了吧 做完他又给了我一巴掌 你活该 可是他绿油油的真的好像猪耳虫嘛 啊 那不是猪耳虫 他是额眉山上的白蛇和青蛇 叫呆化蛇仙 呆化蛇仙 因为他们还差一百年才修成正果 所以目前长得像猪耳虫 嗯 长成这样为什么还要下山啊 因为小白蛇的恩人出现了 所以他们要下山去报恩啊 长成这样去报恩啊 为什么不再多修炼一百年的下山呀 他的恩公是凡人了 再等一百年还报什么恩 报骨灰弹着还差不多 嗯 你啊 以后不要看见别人长得像什么 就说别人是什么 这样就不会挨揍了 哦 我明白了 就像我们老大 他老是跟我们说他是一只熊鹰 可是我总觉得他是一只鸡 一只山黄鸡 因为他常在山上跑嘛 所以他还算得上是一只跑山鸡 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不能因为他长得像鸡 就觉得他是鸡 就算我觉得他是鸡 我嘴上也不能说他是鸡 对不对 对 MI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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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